登山健行民众出发了 林静怡站在路口处向大家挥手 其实同一个场子 严宽恒也来了 不但跟林静怡站在同一排挥手 还超前 稍早进到活动场内跟民众跳舞 主办单位是台中杀戮区公所 路口处也贴了这张 场内不得有竞选招式活动公告 但严宽恒本身也是候选人 怎么能入内 确实两相对照 严宽恒衣服上只有她的名字 林静怡不只有名字 医师头衔 还有立法委员候选人 这七个字成了她无法入内原因 我们都尊重主办单位 我们不要造成主办单位的困扰 只是说身体上面有写 你参选人跟没有写参选人只有写名字 是不是身份就有所不同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来讨论 类似情况 24号严宽恒出席活动又是杀戮区公所主办 当时也遭立委林楚音质疑 她无视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进到公所败票 27号他又参与区公所活动一周两次 立法院副院长给公开喊话 我们要再次呼吁卢市长 这公器适用 是否用这些行政资源 不公平的辅选跟助选 杀戮是严家的大本营 严宽恒在这里扫街 拜票请走基层 如鱼得水 区公所的行政够不够中立 格外受到外界瞩目 三星文陈炳豪 中博军 审明志 SNG小组台中报道